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开东南亚之旅有这么几站了 继越国跟非国之后 东南亚依旧火热 今天就带领大家走进大象之国 Welcome to Thailand Sawadika 聊泰国有很多角度 比方说美食 比方说人妖 咱今天不聊这些 加个广角镜头 聊聊最近如火如荼的泰国大选 泰国政坛犹如一部超级偶像剧 近日泰国大选尘埃落定 代表卫泰党的史上首位美女英拉 以超过半数席位的绝对优势 击败代表民主党的史上最帅总理阿皮什 这位及年轻貌美智慧 以及性格力量于一身的商界CEO 摇身一变成了政界新兴 宣布将与其他四党联合组建新政府 成为泰国史上首位女总理 如果说美国人信自由 英国人信女皇 日本人信天皇 韩国人信斯米达 朝鲜人信金将军的话 那泰国人民信什么呢 他信妹妹 你求情有几个好美妹 关于这他信他妹 现在媒体的叫法大不同 内地叫英拉 香港叫英路 他那名字有讲究的 英文写法是英拉克 英拉克 这个英在泰文的意思是好的意思 拉克呢 拉克不是姓乐 是形象的意思 连进来 好形象 好气质 你看看 起个名 这都是竞选的宣传语 其实我看 应该直接给这英拉翻译成 赢了 耶 Victory 你看这pose最适合英拉了 那赢了的秘密是 Victory's Secret 坏 这成为E了 其实我觉得最应该做V手势的 那还是他信他妈生了九个孩子 两个当成总理 这比麦克尔杰逊他妈厉害多了 他信兄妹俩都属于在泰国的第四代华人 父母呢 是祖籍广东梅州的客家人 你看咱们中国人就是后道 我们从来不跟泰国去争他信的故礼 因为这事本来就没有争议 话说今年四十七岁的英拉 是他信家族九兄妹之中 年纪最小的一个 也是华人历史上 继祝英台之后 第二个经国不让须眉的小九妹 这个泰国九妹的最大卖点之一 就是顶着哥哥的光环 甭管姓他还是信他 只要是姓子辈的 泰国人民都信 生而忧则世 那从政经验 英拉小姐可以说 几乎空白的 人村长乡长 可能小组长都没当过 可别说省长市长 这种级别的官 基本属于空降部队 天上掉下个他信妹妹 做了一名政治菜鸟 他却能带领卫太党 在短短一个月之内 征服选民 变身正洁凤凰 除了好形象之外 背后少不了一个阵容强大 且声援竞选之道的智囊团 其密的围绕在 以首席军师 他信哥哥为中心的战略圈 四大护法 每个星期都跟英拉 开这个视频会议 商讨竞选的战略战术 这才是他应得总理大卫的秘密 这些军师呢 戏到什么地步 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得知道 就连这种传统太师的问候手势 都得纠正 大家伙应该有注意到 英拉有两个特别常用的手势 一个就是这样 另外一种呢 是这样 单手举食指 莫菲英拉是周杰伦的粉丝 哎呦 不错 好吧 大象啊 是泰国的象征 咱们看那个泰国地图 形状也像那个大象的脑袋一样 北部是这个像冠 东北部是像耳朵 这个鲜龙湾呢 代表的是像口 而南方的狭长地带 则代表着这个像鼻子的状态 这一次的选票分布 啊 为这个卫太党获得了东北部地区 几乎所有的一席 which is 农民朋友的大本营啊 而民主党的席位啊 都在这个西部和南部 等于是像头完胜了像鼻 中国有句俗话啊 胳膊拧不过大腿 这像鼻子怎么玩得过像脑子呢 从像头和像鼻打架 也看得出泰国的阶层分化对立非常明显 草根PK中产 互看对方不顺眼 于是就衍生出个红山军和黄山军两派嘛 受这个宗教影响 泰国人习惯用七种颜色来代表每一天啊 从星期天开始分别是红黄粉红绿橙淡蓝紫红 七天一天一个晒 这泰国国王普密鹏在星期一出生的 所以啊 黄色就代表泰王啊 黄山军嘛 顾名自义 这就有点这个宝黄脉的意思啊 代表的是王室中产阶级 还有军人属于这个反他信的 所以又称他不信 说到泰王 普密鹏啊 是泰国目前曼谷王朝的第九位国王 被尊称为拉玛九世 这也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 但是他在位这几十年啊 泰国发生了二十好几回的政变 总理也换了二十好几位 只有泰王那是温如泰山的 各位 什么叫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啊 如今 普密鹏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 深夺人民的境来 每逢政局动乱 军援政变 没人收入烂摊子的时候 泰王就出来调停了 大家不要吵了 都回家种田吗 哎 大家就真的回去种地去了 就这么厉害 除了黄军 还有红军 就是著名的红山军 代表的是中北部的广大农民和草根阶层 属于挺他信的铁杆粉丝 去年闹得曼谷火红一片的 就是这群又红又专一的 这个红军们 但不饶选民啊 其实既不喜欢他信的红山军 也不喜欢他不信的黄山军 最后这票啊 却投给了他信妹妹所在的卫太党 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选民说了 说投票前啊 我摘了两朵花 先数了一个有七个花瓣 我说他信 他不信 他信 他不信 他信 他不信 他信 他信 后来呢 我摘了一朵有十个花瓣的 他不信 他不信 他信 最后又他信 这就是命啊 开个玩笑啊 其实我曾经看过一个泰国农民兄弟的话 他说他信腐败吗 泰国所有的政客都腐败 但只有他信 给我们钱 这位农民兄弟的意思就是说啊 爱歌里边挑个高的 驮子里边拔将军 他信了会民政策啊 给了老百姓一些拿到手的石柜 哎 就不追究他贪污的问题了 有钱 大家一起赚 这能赚少吗 对不对 啊 在球场上啊 红牌的威力比黄牌猛 我看在政治上也一样 只要是红军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泰国的都是赢家 英拉获胜的第二大卖点 就是他这性别 用女性的温柔力量征服泰国政坛 这史无前例啊 我觉得泰国将正是进入一个阴盛央衰的时代 啊 什么 他没突破历史 啊 这个 这咱就找变性医院来求证吧 不提这事 英拉在早前的竞选词里边就多次强调 我将充分利用我的女性特质 为我们的国家工作 嗯 这么说呀 肯定加分啊 因为泰国是 这个泰国的女人和一部分的男人 都具有女性的特质啊 接受程度普遍比较高 性别这件事 在别的国家呀 我就不单拎出来讲了 但是泰国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说 大家有没有留意啊 泰国人民还是很在意性别这事呢 多年来 一直致力于把性别的选择权 牢牢地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 相信那还对人妖啊 见怪不怪 有些确实看起来啊 漂亮的 连女人都觉得惊艳 还有不少泰国男人啊 觉得自己是头错胎 主动要去做女人 所以啊 也间接地推动了泰国的变性手术 一直保持世界领先水准 想整形去韩国 想变性来泰国吗 不过这些年啊 用于政局动荡 中国人去泰国旅游啊 从得多想一想 这红山军跟黄山军轮番上阵 你方唱吧 我登场 中间再来个军队政变凑着呢 太折腾 这人妖啊 就算是倾国倾城 那我也不敢去啊 其实 泰国人自己的神经啊 并没有咱们大家想的那么紧 政治空气 也一直是比较自由开放的 历史上 等周边国家都被殖民的时候 泰国可是东南亚 唯一没有被沦为殖民地的独立国家 所以啊 泰国人那么用自己的这个民族的名称 把先锣改成了泰 意思就是自由 自由 所以该游行游行 该按摩按摩 这条街在泼血 隔壁那条街就在泼水 再狗血的政治 也不能耽误了泼水节 是不是 对很多泰国人来说啊 是男是女都不重要 还在乎是信他哥 还是信他妹呢 最重要的 是上台的这位英拉美女 能不能让泰国重归平静 国泰民安 让这个微笑的国度 再度呲牙咧嘴的 展出灿烂的笑容 让咱们提着行李箱 擦好防晒油 穿上沙滩裤 准备着 时刻准备着 广告就见